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量交代 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 发现任何座研制 又说华丰大厦有11层楼的防烟门都有损坏 包括起火的1楼以及2、3楼等 而大厦的消防装置和设备 最近一次完成年检日期 是前年9月21日 就有关装置未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 有关调查还进行中 如果发现有违规 会采取执法行动 而消防安全总区人员 今年2月9日到过华丰大厦 进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巡查 期间并没有发现火警危险 处方亦发现华丰大厦 有怀疑非法潜见物和分隔单位 已经转交相关部门核实和跟进 据了解根据初步调查 今次三级火的起火源头 是在一楼天井 那里储存了一些清洁工具和大量胶袋 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 而走火通道并没有受阻 另外屋宇处大约16年前 已经向华丰大厦法团 发出消防安全指示 至今未遵办 屋宇处说 会继续跟法团和顾问公司 密切跟进有关所需的 大厦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并已经向法团发出警告信 敦促尽快展开改善工程 会在有需要的时候考虑提出检控 屋宇处又说 截至去年年底 全港未遵从消防安全指示的楼宇 有9,578堂 其中最多是油尖旺区 有1,843堂 有区议员说 不少业主在提升消防工程时 面对招标难 招标贵的问题 建议政府协助在特定地区统一招标 举例是油尖旺 可能他找了两个 三个承判商 招标判了给他做 那几个承判商 就是负责油尖旺区的相关工程 这个小业主可以选择他们 或者自行处理那个招标过程 如果你说透过政府 统一招标之后 好处就是成本一定可以硬抑到 始终他不是做一个拜下工程 小业主也都对油政府 去做了前期的一些招标工程 相信是更加有信心 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就建议政府 先梳理全港九千多堂楼 未遵从消防安全指示的原因 再对证下约 定出处理优势 香港电台记者黄滨南报道 中学文憑史第二个核心科目 英文科开考 电子报道系统监考2再出现问题 有市场监考人员一度无法登入 要以人手为考生核实点名 也有考生说用不到报道2系统签导 文憑史第二个核心科目 英文科开考 有学校市场说监考人员一度 无法登入监考2系统 要改用子本形式点名 也有考生反映 考英文科卷义写作时 无法登入报道2报道系统 一直停留在家载画面 最终靠监考完人手点名 统签导之后过了一会儿 考场那位老师都会说 如果你用不到就要关机 所以他后面都有用人手提名 监考2系统连续两天出问题 考评各昨天已经为事件自协 承认监考2程式系统处理大量数据 报道具流量时表现未如理想 有资讯科技专家建议 考评局停用相关系统 以免影响考生情绪 又说局方应该先做好何载测试 他又认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的保护照应该延伸到影响民生的非政府部门 香港电台记者 旅游报道 管制即器胶餐具和其他塑胶产品相关的法例 今个月22日起实施 环保署说已经实地走访两万间中小食市 当中两成已经转用非塑胶餐具 管制即器胶餐具和其他塑胶产品相关法例 会在今个月22日开始实施 在餐饮业方面所有发布胶餐具 以及交饮馆、交搅拌盘、交刀叉池和交碟会禁用 环保署说已经走访全港二万间中小型食市 协助他们调整营运模式 其中有两成一已经转用非塑胶替代品 部分食市在处方人员走访后也已经转用 相信现在的数字一定会高过两成一 至于大型连锁食市 大部分已经转用替代品 或者表明会在法例实施日开始转用 厨房说业界可以到绿色餐具平台 找合适的替代品 现在已经有超过60间供应商 提供720款非塑胶即器餐具 外界关注 有食肆会将有关成本转价给顾客 当局会不会就食肆 提供非塑胶即器餐具 而收取的费用发出指引呢 我们看到那些比如饮馆 搅拌棒都差 那些塑胶非塑胶的价钱 其实可能相差几千 当然到最后食肆 他决定收不收 或者 或者怎么收 那个顾客 其实都是他企业的决定来的 最后一个食肆 他用什么方法 将这个成本 怎么样去反映回呢 这个是他有个自由的 另外 新例实施后 酒店和宾馆 不可以免费提供 即器塑胶产品 厨方也都在节塑网站 列出可重用 或者非塑胶洗售用品供应商 同应可替代品的资讯 另外也都会在多个出入境管制站 向旅客宣传 厨方强调 有关管制不是针对一般市民 又说新例实施后 六个月是适应期 即使发现违规情况 厨方都不会执法 他们会再派人走访 二万间食肆 以及二万间零售店铺和酒店 了解酒数的情况 目的是宣传教育 以及提供适切的建议 而在六个月的适应期过后 厨方也都会继续派人走访 如果发现有女劝不改情况 才会采取执法行动 香港电台记者黄滨南报道 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担任主席的数字化经济发展委员会 就香港怎样在数字经济时代 进一步发展 提出十二项建议 陈茂波说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 世界经济发展新动力 香港必须加快行动 才能够保持领先 政府前年成立数字化经济发展委员会 推动香港数字化经济进程 担任主席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委员会今天公布十二项建议 主要围绕五大范畴 包括加强香港整体数字政策 加强数字基础建设 促进低成本计算 加快数字转型 和制定可持续人才策略 In the domain of digital economy The landscape is complex and rapidly changing Competition among cities and economies In this field is intense Hong Kong must move fast To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陈茂波说 今年的核心工作 是成立数字政策办公室 制定和实施有效政策 又认为香港在数据交易方面 有发展空间 Looking forward We see clear potential for international data trading to become a new and thriving industry in this city With that in mind We have commissioned an expert group to study how best to develop a robust data trading system in Hong Kong This is an area of tremendous promise for us 他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今天出席数字经济峰会 活动吸引到大约4000个 来自本港 内地和海外的专业人士参与 以自创无限 成就可持续未来为题 探讨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 在国家的权力支持下 香港特区政府 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顺利完成 基本法第23条立法 发展的安全根基 进一步助劳 香港社会 凭经济 谋发展的巨大创造力 和发展活力 期待释放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将继续为香港青年 提供到内地创业实习的机会 推动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机制 鼓励内地和香港企业高校研究院所 加强合作 他说内地数字经济规模 去年已经超过50万亿元人民币 移动支付的普及率达到8成6 是全球第一 截至上个月底 已被案上线近120款大模型 形容数字经济 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建议香港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 和国际顶尖人才汇聚的优势 将粤港澳大湾区 打造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 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内地第一季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 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 进出口增速创6个季度以来新高 其中出口升4.9% 进口升5% 海关总署公布 今年第一季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达到10万1700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5% 是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 首次突破10万亿元 进出口增速创6个季度以来新高 其中出口有57400亿元 增长4.9% 进口是44300亿元 增长5% 出口和进口分别较去年第四季 增加4.1和2.3个百分点 以美元计价 内地上月出口按年就转跌7.5% 跌幅远超过市场预期的3% 在第一季度 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东盟的进出口 分别增长5.5%和6.4% 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 占整体总值超过47% 至于对美国进出口 按年就分别下跌10.7%和1.3% 总的来看 一季度我国外贸的开局有利 启示良好 为实现全年直升量稳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许多严峻挑战 这些都将给我国外贸带来更大的考验 但同时更要看到的是 我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 外贸的综合竞争优势更加巩固 进出口持续向好 具有坚实的支撑 至于民营企业进出口 在第一季保持双位数增长 进出口规模 占国家进出口的总值比重 提升至54.3% 持续巩固稳外贸主体地位 民营企业在开拓市场方面 敢拼敢闯 把生意做到了五洲四海 全球各地 远到地球最南端的智利 最北边的挪威 进到我们家门口的东南亚各国 都跟我国民营企业 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 总的看 民营企业在外贸领域 势头正好 前景可期 下一步海关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全面落实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及配套举措 主要是围绕市场准入 要素获取 公平执法 权益保护等方面 送政策解难题 不断激发 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 广大外贸主体的 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海关总署又说 地缘政治紧张 和贸易保护主义等 虽然继续为外贸 带来困难和挑战 但是全球贸易 正出现趋稳改善迹象 香港电台记者 刘景辉报导 美国、日本和菲律宾 三国首脑 首次举行三方峰会 美国总统拜登表明 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 有坚实的防卫承诺 外交部亚洲CC长 就分别约建日本驻华市馆首席公使 和菲律宾驻华大使 就峰会期间的涉华消极动向 提出严正交涉 美国总统拜登 在白宫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和菲律宾总统小马赫斯 召开首次美日飞峰会 南海局势是主要疫情之一 今天我们承证 写这故事和未来一起 建立了一个中央 建立了一个中央 中央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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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和小马赫斯强调 决心令国际法在南海 得到各方遵守 美日日飞联同澳洲 近日在南海联合演员 美国官员说 类似的演练在未来几个月 将会陆续有利 美国和菲律宾今年 也会增加在印太地区联合寻落 美国海岸防卫队 到时会欢迎菲律宾海岸围队 和日本海上保安厅人员 登岚参与训练 在三国封会前一天 拜登和安田文雄会面 同意大幅加强美日防务安全合作 美日飞首路在封会之后 发表共同愿景声明 涵盖经济和防务合作之外 更表示严重关注中方 一再阻挡菲律宾艦艇 行驶其航行自由 干扰他们到人外交进行保险 构成危险 令局势不稳的行径 中方坚决反对 有关国家操弄集团政治 坚决反对任何挑起和激化矛盾 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的做法 坚决反对在本地区 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日本菲律宾当然可以 和其他国家发展正常关系 但是不要把阵营对抗 引进本地区 更不得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 搞三边合作 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导 线有食一银回来会报导 的士业界申请加价 有立法会议员希望先提升服务质素 有议员就说 不应该因为小部分司机违法 就惩罚整个业界 好有趣啊 好像人海一样 注意注意注意 注意什么 他正在过马路啊 他这样过马路可真危险 他是不是迷路啊 真有趣 全程一直走 努力记着专家说的话 又努力记着他的名字 我觉得今天 让我冲破了一个 极大的心理障碍 大自然深度游 四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回来新闻时间 立法会讨论的士申请加价 有议员建议尽快引入云端涉录机 相信改善服务质素后会多了人搭的士 的士业界申请加价 建议市区的士 落期加5元去到32元 新界和大婴山的士 建议落期加到28元 红的和绿的 每次跳标加2号 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 有议员同意加价 市民的不满 基本上来自一小撮所谓的害群之马 我个人认为 是不应该因为有小部分人违法 就要去惩罚整个业界的 而提出要先搞好服务 然后我先跟你谈谈调整收费 多个议员就对加价有保留 说看不到加价和提升服务质素的关系 也应该正视车主成本上升原因 上次加价的时候 它又是跌的 原因是保险费上升 为什么保险费上升呢 就是因为它的意外率上升了 其实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是否可以推行一个司机驾驶的行为准则 保险费那里可以做好些处理 其实我们一直都跟不同的保监保联 都在谈谈 是否有一些风险分割的措施 尤其是如果未来车队做好 或者现在其实有些的士 其实都已经是比较前瞻的 它会安装一些司机监察的系统 是否你可以给一些保险反映 它的风险是较好呢 这些我们完全同意的 我们也会继续做的 有议员建议 尽快在的士引入云端摄录机 改善服务质素 如果做到这个安装一个云端的车摄录 那服务马上改善 那就多了乘客去坐的士 司机收入就自然上升 加价历就小了 我们看看澳门怎么做 我们是可以拿到多少的数据 就是那个工用 是可以拿到多少的资料 对于私人的影响 甚至乎是安装和日后营运 李仲恩说 明白加价会影响市民 当局会做好把关 处理申请时 全盘作考虑 包括市民接受程度 司机收入 和营运情况转变等 他又说 不少有心的的士业界 已经开始筹备的士车队 要给予业界健康的财政条件 做相关投资提升服务 香港电台记者 类似报道 国家第一手自主建造的 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2号 结束5日放港行程 下午启程返回上海基地补给 准备下一次极地科研考察 宋别仪式在海运码头举行 雪龙2号访港筹委会主席 马逢国等送行 马逢国说 雪龙2号访港活动圆满结束 在政府、学界、商界和民间配合下 比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信息 深入各阶层 希望以此为契机 鼓励更多市民关心气候变化 激发更多年轻一代参与极地科考 教育局将在下学年 推出4R精神健康约章 教育局局长蔡若年 在启动礼致辞时说 为了近全面 有系统地推广校园精神健康 他呼吁全港学校 齐心响应参加约章 订立切实可行的目标 和采取具体行动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约章中的4R 包括休息、放松、人际关系、抗疫力 协助学生从小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适时放松、加强和同学、家长之间的关系 和装备学生适应生活中 无可避免的压力和挫折 参加约章的学校需在下学年起 落实各项推广学生精神健康的措施 学校也会每年举办推广正向家长教育的 家长教育课程或亲子活动 向家长分享培养正向孩子的方法 美国多间主要航空公司和航空工会 去信美国国务院和运输部 要求当局暂停批准 美中两国增加往返航班 信件指出 美方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已经停止取到俄罗斯领空前往中国 但中方航空公司继续经俄罗斯领空前往美国 从而享有优势 又指中国政府持续实施反竞争政策 要求美国当局暂停美中之间 额外客运航班 直至美国工人和企业获保证可以平等进入市场 以及不受中国政府反竞争政策影响 中美的航空公司上个月起 各获准将每周往航两国的航班 由35班增至50班 大约是疫情前的三分一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 在北韩和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吹龙海会谈 赵乐际说 中方愿以中朝友好年活动为契机 推动中朝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星期四抵达平壤的时候 获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 以中朝友好年活动为契机 密切高层交往 深化互利合作 推动中朝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翠龙海就说 鲜血形成的朝中友誼 历史悠久 根基深厚 是两国共同的宝贵遗产和珍贵财富 朝方愿和中方攜手努力 进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指引的方向 以建交75周年 契朝中友好年为契机 传承和发展朝中传统友誼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会谈之后 赵乐际和翠龙海建政签署 中朝户免外交公务签证 经典著作户役出版 海关检疫等领域相关合作文件 北韩政府之后在万寿台以试堂设宴 欢迎赵乐际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朝中社报道 崔龙海致辞时说 相信两国将会在今年 实际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合作 为推动朝中友好关系 发展到更高阶段注入生活力 香港电台记者邱家威报道 请报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